嘿,我是爱图,一入冬就咳嗽 还有其他想得到想不到的理由持续脱根的海外中文老师 这期内容分为三个部分 先谈谈近况,再来做一个Q&A 最后做一个总结 先来说一下近况 很久没有更新了 我也不知道我的近况要从上一期视频的发布以后开始说起 还是从这两周在做什么说起 那就随便聊聊 今年我入职了一家门特梭利或者叫门台梭利的学校 我所在的学校非常小 从学前班到高萨也就200多个学生 教职工也就20来号人 这是我大学毕业以后入职的规模最小的学校 同时也是工作氛围和教学环境最轻松愉快的学校 学前班和小学的教室 就是大家网上看到过的门特梭利或者说门台梭利学校应该有的样子 丰富的教具认真工作的学生 从旁协助的老师 每个教室都有洗手间和厨房 有一种在家里学习的舒适感 中学部有厨房 客厅 画室 小教室和木工房 学校后院种了蔬菜 养了一个分潮 真正的分潮哦 还有几只会下蛋的母鸡 入职培训的时候我也去参加了其他的门特梭利学校 他们养了其他的昆虫和小动物们 总的来说我自己看到的和亲手感受到的门市教育 是在培养孩子的专注力计划和执行力以及感受自然的能力 我没有经过门市教育特别的培训 也没有考过证书 只是作为额外的课程 也就是汉语课程的老师 加入了这个充满爱的team 大家对门市教育还有哪些困惑 还有哪些想知道的呢 第二个跟大家来聊的是 上个星期的现在在做的问卷调查和一对一的访问 我在社群和各个平台发布了对外汉语相关的问卷调查 其实呢 做自媒体的这几年 大多时候我是靠后台的数据来看大家对特定话题的关注程度 其实有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准确 就比如说有的视频播放量一般 但是点赞数和收藏量其实还不错 作为在职汉语教师 我能在自媒体领域分享和创作发布的频率非常有限 如果我在有限的时间里创作出更多人期待看到的内容 这对我来说也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通过问卷的形式 我发现了很多长期默默关注我的老师和同学们 真的各有各的可爱 随机抽取的四个一对一访问中 从所学专业到生活和工作经历 各有各的奇遇故事 让我吃惊的是三个受访者给我的建议都是 想多看生活向的内容 比如看语教师的日常作息 同事关系 工作节奏 你们也是这样想的吗 问卷调查的入口还在开放中 直到问题需要迭代更新前都不会关闭 我也会不定期的抽取更多一对一的小伙伴进行更加深入的交流 哪个开放性问题写的越具体 被邀请一对一的概率也就越高哦 期待在下一次的一对一中与你线上见呀 最后一件事呢 跟大家聊一聊 我一直想做 现在也慢慢开始着手做的事情 就是跟我的好朋友一起做一档播客节目 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教学讲座 更不是学术类的公开课 要真说起来 我第一次听广播是在上小学的时候 那时候就天马行空的想 如果我可以做一档读书的广播就好了 读自己喜欢的书给喜欢听书的人听 那现在呢 我想做的是一个主播和听众可以一起嗨聊的空中会客厅 我们可以聊学校里让你影响最深刻的老师 可以聊上学的时候什么事件改变了你的人生轨迹 也可以聊跟学校跟教育跟职场跟生活相关的所有话题 我和另一个主播Chino已经录完了第一期的内容 在这期视频发布前的几天里 第一期播客应该已经上线了 大家去听了吗 当然也欢迎你们带着自己的故事来我们的会客厅里畅聊呀 那我们进入第二个板块Q&A 第一个问题 阿图老师我想请问如果我要教中文需要考取什么证件或者资格 像是在社区或者机构里教中文 昨天Q群里还有同学问 有没有考证的tips呢 我没有考过这些证书 不过说到汉教证书 应该没有比汉办的证书更权威的了吧 说到考证机构 我目前了解下来对外汉语人俱乐部非常靠谱 李老师还有李老师的同事们 如果看到这期视频的话 广告费麻烦解一下 那第二个问题 有一个跨行教汉语的老师说 他在悉尼的教育机构教中文 入行快两年了 感觉最近到了瓶颈期 憋得很难受 突然是去教学热情 备课的时候大脑死机 课堂上舌头打结的状况 我可太清楚了 持续做一件事情久了 突然回过神来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这个时候去海边吹吹风 看一看跟教学完全没有关系的小说 再来外地老沙图频道 跟小伙伴们来聊一聊 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下一个问题 机会成本视频做了吗 好感兴趣 还没呢 汉语老师来教经济学在生活中的应用 有人想看吗 Krislet不是学韩语吗 怎么学其他语言 其实呢Krislet除了韩语 汉语和英语 还能学法语 德语 巴丁语 西班牙等等其他语言 教师好移民吗 谢谢 澳大利亚的技术移民呢 是打分制的 比如说雅思4个7加10分 雅思4个8加20分 检验前高中教师达到60分 有的时候甚至是达到50分就可以移民了 但是这两年呢由于移民政策的收紧以及疫情的影响 医生护士医学实验室会更容易移民 不过教师走天远地区周担保还是比较靠谱的 具体的就不展开聊啦 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教师都有移民资格的 比如小学教师就没有在移民列表上 阿图你是北语的吗 我希望我以后可以是 在国内有什么稳定的对口就业 稳定对口的职业 目前为止应该是高校老师 稍微对口但又不完全一样的职业 有中小学的英语老师 语文老师 翻译 企业的文案和客户对接等等的 可以尽可能发挥专业特长的工作 其实呢对外汉语领域还有很多 还没有完全被开发的细分领域的工作和职位 比如做技术的 做跨国交流的 我也很想深入了解一下 这些被很多人忽视的职业分工 如果有同学正在做这些工作 或者知道身边的谁有在做这些工作的 请跟我联系 谢谢 但是如果对外汉语专业想要在高校当老师的话 中间要付出的时间成本 金钱成本和心理压力还是挺大的 很多对外汉语专业或者说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毕业的同学们 很多会因为现实原因转专业或者做跨行领域的工作 毕竟对外汉语嘛 给外国人教中文 这个行业本身是依靠着很多其他因素和谐共存的前提下才能有长久稳定的发展 比如说良好的国际形势强盛的综合国力等等 对从业者的个人能力要求也比较高 比如教育学、语言学、外语、化文化知识、语言表达能力等等都需要同步在线 也是上个星期在一对一交流中跟同学和老师们达成的共识 我也不断的在讲是真心希望更多汉教人和其他各行各业的人的共同努力下 让对外汉语这个行业趋于我们理想中的样子 那请问一下如果高考成绩一般只能上个二本的话学外汉可以吗 只要学校有这个专业都是可以报考的 我前两天收到的一份问卷里有同学说 如果学校的汉教专业比较水怎么提升基础知识和教学技能呢 这两个问题其实很像 一个是关于对外汉语专业的含金量会不会受到学校的影响 另一个是问怎么提升自己的含金量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要说明的是 我不想因为我是汉教博主就拼命鼓吹这个专业有多好 这个职业有多光鲜亮丽 当然我也肯定不会哗众屈宠的说 这个行业有多少不为人知的黑幕 就像我刚才说的 这个行业的兴衰跟太多因素有关了 我们自己不能直接决定外部因素 但是个人因素还是可以捋清楚到明白的 现在国内外确实有很多钱少事多的教育机构 但也有一些还不错的线上平台 可以自己排课和订课时费 独立汉语教师也是一个比较新兴的行业 不管是学生还是从业者也都可以去试一下 如果想在高校工作的话 学校含金量还是比较重要的 也算是其中一块敲门砖 注意是其中一块而不是唯一的一块 提高个人的含金量呢 在采访杨玉玲教授的视频里提到过 我木克和魔方中文两个网站 也建议把采访的那三期视频再好好地学习一遍 记得关注杨教授的油管账号哦 想问我阿图有没有啥学英语的好办法 现在正在汉教考研中单词真的记不住啊 还是上个星期一对一的交流中 有一个汉教专业的同学跟我说 在辅助高中学生背单词的时候 用到了我分享过的闪卡教学法 学生进步非常大 你也可以试试呀 我自己其实也不爱背单词 但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会把单词放到一个语境里去记忆 比如背一个例句 可能是我自己的戏比较多 如果背的例句是对话的话 我就当自己是很有感情的在背台词 如果例句非常无聊 我就想象自己是一个新闻主播在博宝新闻 如果想把单词活学活用 时间也足够充足的话 推荐布鲁姆目标分类学 总的来说 学习语言还是要把自己放到一个特定的情境里 或者一个角色里 那这期的大杂会看的还过瘾吗 我们来回顾一下 在经况里呢 我提到门头搜集学校的概况 第二个呢 是对话汉语问卷和一对一的访问 第三个是谈了谈 想做的播客不对 是已经在做的播客频道 在问答里我回答了九个问题 什么汉教战术最靠谱 教学预料平静怎么办 机会成本的实际应用视频做了吗 还没有 Chrisled除了学习韩语 汉语和英语 还能学习什么语言 澳洲教师容易移民吗 阿图是不是北语毕业生 汉教在国内有什么对口工作 外含专业所在的学校含金量很重要吗 怎么提高自己的含金量 被英语单词的方法 感谢大家的不摧植 我们下期见 拜拜